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主帥坦克的帶領下繼續朝向成功的方向埋進 而在曼聯這份分手聲明公佈之後 斯朗亦發佈他的聲明 表示與球隊溝通之後達成共識提早結束關係 斯朗表示他愛曼聯和曼聯的球迷 這一點是永恆不變 他認為目前是適當時機去尋求新的挑戰 他祝願曼聯在今季和未來取得成功 這次斯朗拿道與曼聯分手的觸發點 源於他在世界杯之前接受了電視訪問 直言他在重回曼聯之後感覺被背叛 同時他都直指新主帥坦克並不尊重他本人 並且想他離開曼聯 斯朗拿道與曼聯正式分手之後 他成為了今屆卡塔爾世界杯裡面 目前唯一沒有所屬球會的球員 而斯朗拿道下一個落的點 另一次的英超球會車路士被視為熱門 原因是南軍的新老闆保利對斯朗拿道十分欣賞 至於重回他的成名地士布亭 或者遠道美織聯發展 亦都會是斯朗拿道的考慮之列 我是阿斌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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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載M直播